上學時間孩子們背著書包 手裡還提著各式各樣的 回收物進到校園 長沙實際之工在國防科大副小 推動回收兩年多 孩子們把環保歷行在生活中 環保回收可以幫既可以幫 路邊人還可以保護我們的地球 還可以保護地球是吧 這些是在家裡是誰分的呀 是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幫忙分的 真的呀 它好棒 目前全校37個班 將近1900個學生都參與回收 連家長也深受影響 孩子們在家裡 也據很多的家長反饋 就是說平常他們都沒有這種 資源回收利用的這樣一種意識 但是現在只要看到有這些資源 他們都當著寶貝一樣的把它整理好 能夠帶到學校來奉獻一份愛心 最近這股校園環保風潮 也吹進了四方平二小 校方邀請慈濟舉辦環保講座 志工把已經例行環保許久的 國防科大副小師生帶來當講師 因為我們四方平二小的 也有很多老師和同學 但是感覺老師們 都是很認真地在聽我講 也希望他們就可以 真的像我一樣就自己去做 哪會我們就改變一個學校 應該一年也可以改變很多蹲了吧 小小講師的影響力果然奏效 不少老師都願意從自身開始帶動 自己有這種概念 就把這種概念更加擴大 你自己帶動家庭 帶動學生 然後通過學生帶動學生的家庭 帶動社會 我相信環保這條路 我們肯定會越走越好 大愛新聞 珍珊美之工 湖南報導 9月3日 9月9日